同学们,我们马上就要结束了六年的小学生活,今天呢,我们就来学习综合性学习难忘小学生活。 不久以后,我们就要告别美丽的校园,告别朝夕相处的老师、同学,带着依依不舍的深情,跨入新的学校,开始新的学习生活。 临近毕业之际,让我们围绕难忘小学生活这个主题,开展一次综合性学习活动,向师友、向母校告别。 这场告别是有温情有不舍,但是呢,我们还是要围绕难忘小学生活这个主题,来开展一次学习活动。 怎么来开展呢?一起来看看我们的活动目标。 一,策划并开展简单的校园活动,学写策划书。 二,通过制作成长纪念册,学习整理资料的方法。 三,通过活动,回忆小学生活的美好时光,把师生情,同学情,及对母校的感激之情表达出来。 我们有任务啊,但是呢,这里面还饱含着情感。 回忆往事。 我们有一个活动建议,请同学们一起来看一看啊。 在开展活动前,可以先阅读教材提供的阅读材料,从中受到启发。 然后在小组内研究活动计划,做好人员分工,开展搜集资料的活动。 在资料准备充分以后,在资料准备充分之后,小组内主要围绕制作成长纪念册开展活动。 如,填写时间轴,怎么填写呢?一起来看一看啊。 借助时间轴回忆六年的小学生活,记录值得我们细细品味的点点滴滴。 可以把印象最深的人或事填写在相应的时间点上,还可以把照片贴在旁边。 印象最深的人或事填写在相应的时间点上,比如说我们一年级时候的老师可能和三四年级时候的老师就不是同一位老师了。 那我们把一年级的老师就填在我们一年级的那个时间点上。 分享难忘回忆。 选取时间轴上有代表性的内容和同学分享,如令人难忘的集体活动,舍不得的人。 有特殊意义的物品或者一两个关于成长的关键词。 制作成长纪念册。 一起回忆了小学生活之后,用心制作一本成长纪念册。 珍藏这段难忘的成长记忆。 从封面、北页、正文等几个部分入手。 设计个性化的封面。 整理个性资料。 安排版面。 我们可以做的怎么样? 比较符合自己的个性,你最喜欢的什么就可以做。 同学们,我们来看一看有一个事例。 比如说同学们是一棵郁郁葱葱的小树。 以树作为这个时间轴。 我们可以写上什么? 一年级在这个地方,是吧? 这一年级写在这儿。 然后这里面有我们难忘的人,或者是难忘的事,也可以开辟出来一点,贴一下自己的照片。 我们先回忆,再整理,然后和大家一起分享。 当然了,同学们也可以做什么? 其他的这个图,其他的这个画面,充满个性化的纪念册就好。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阅读材料。 老师领记门。 1942年正月新春,我不满六周岁,就到邻村小学读书。 这个小学坐落在关帝庙的后殿。 只有一位老师,教四个年级。 四个年级,四个班,四个班只有四十人。 这是很早以前的这种设置了。 老师姓田,17岁就开始了小学教师生涯。 执教四十年,逃离满门,弟子不下三千。 田老师很有口才,文笔也好。 开学头一天,我们排队进入教室。 每个一年级小学生,配备一个三年级的学兄代笔。 田老师先给二年级和四年级学生上课。 让三年级的学兄把这一年级学弟的小手描红摩指。 红摩指上一首小诗。 移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亭台六七座,八九十枝花。 轮到给一年级上课时,田老师先把这首诗念一遍,串讲一遍。 然后,以这四句诗为内容,编出一段故事,讲得唯唯动听。 我还记得故事的大意识。 一个小孩牵着妈妈的衣机去姥姥家, 一口气走出了二三里,娘俩路过一个小村子, 只有四五户人家,正在做午饭,家家冒吹烟。 两个人走累了,看见路边有六七座亭子, 就走过去歇脚,亭子外面花开得茂盛, 小孩越看越喜爱,伸出指头点树, 嘴里念叨着八只,九只,十只。 他想折下一只来,戴在耳朵上, 把自己打扮得像个迎春小洗神。 他刚要动手,妈妈喝住他,说, 你折一只,他折一只,后面歇脚的人就不能看紧了。 小孩听了妈妈的话,就缩回了手, 后来,花越开越多,数也数不过来了, 此地就变成了一座大花园。 我听得入迷,恍如身临其境, 田老师的话戛然而止, 我却仍在发呆, 直到三年级的学兄捅了我一下, 我才惊醒。 那时候,田老师每讲一课, 都要编一个引人入胜的故事。 一、二、三、四年级的课文都是如此。 我在田老师门下授业四年, 听到上千个故事, 有如春雨,点点入地。 从事文学创作, 需要丰富的想象力。 在这方面, 田老师培育了我, 给我开了窍。 我回家乡去, 在村边、河畔、低坡, 遇到田老师主障散步, 仍然像四十年前的一年级小学生那样, 恭恭敬敬地向他行礼。 谈起往事, 我深深感谢他在我那幼小的新田上, 拨下了文学的种子。 老师摇摇头, 说, 这不过是无心插柳, 柳成荫啊。 十年树木, 百年树人, 插柳之恩, 终身难忘。 这作者是谁啊? 是刘少棠。 他回忆自己启蒙老师的一篇文章, 写得非常的生动, 流畅, 充满感情。 那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这位作家。 刘少棠啊, 当代作家, 北京市通州区人, 他13岁开始发表作品, 20岁成为中国作家协会的会员, 是20世纪50年代中国文坛的神童作家, 著有刘少棠文集十二卷。 普柳人家, 曾获首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 俄媒或1981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 其作品从古典小说和民间艺术中汲取营养, 赋予传奇性, 形成了刘少棠式田园木戈风格。 同学们课后也可以找刘少棠的作品来看一看, 非常的有个人鲜明的特色, 非常的好看。 我们看看这里面有一些词语一起来理解一下。 陶礼, 陶礼三千, 比日是所教过的什么学生, 微微动听, 微微说话连句不断的样子, 形容善于讲话, 使人爱听。 歇脚是走路疲乏时停下休息, 戛然而止, 戛然是指突然停止了的样子, 形容声音突然终止, 引人入圣, 引是引导吸引, 圣是圣境, 美妙的境界。 吸引人进入美妙的境界, 现多指山水风景或文学作品美妙动人和吸引人。 这篇文章叙述生动, 行文简洁, 作者深情地回忆了, 自己童年时代在启蒙老师的引导下, 从小受到文学感染, 在新田里拨下了文学的种子的往事, 字里行间表达了作者 对启蒙恩师的尊敬, 热爱感激之情。 文章行文自然, 用笔简约, 借教小师一事, 表现了田老师的教学风格, 由此生发开去, 说明启蒙教师对自己以后从事文学创作产生的深远影响。 结尾画龙点睛道出了教育对人的巨大影响, 表明了启蒙教育之恩, 作者终生难忘。 好, 我们来看一看第二个阅读材料, 作文上的红双圈, 1972年的5月, 我正上高二, 学校里举办红五月真文比赛, 我投劳稿是一篇很长的作文, 题目叫补考。 一天上午, 我们正在操场劳动, 有同学跑过来告诉我, 获奖真文在报栏里贴出来了, 有你的, 上面打满了红双圈。 那时候, 老师们批阅作文, 喜欢在认为最好的词句下面画红双圈。 我很兴奋, 立刻就想去看看, 却又矜持, 不愿在同学面前显出我的迫不及待。 这心理描写非常真实啊。 到了中午, 挨到中午, 校园里寂静无人时, 我像做贼一样溜到爆栏前, 傻乎乎的笑着, 独自欣赏我的打满了红双圈的作文。 我的心砰砰跳着, 从头到尾一个个数下来, 一共是98个红双圈, 这就是语文老师给我的评价。 那很高了, 是不是同学们? 带着红双圈的作文, 在报栏里贴了很久。 一天, 县文化馆的同志来到学校, 看见报栏里的这篇作文, 就接下来带走了。 不久, 我的作文刊登在了县办刊物上。 县办刊物送到扬州地区, 被地区刊物选中第二次发表, 几经周转次年, 补考竟发表在上海一家出版社的正式刊物上。 说明这篇作文写的真是非常的好, 不停的被选中。 那时, 我已经下乡插队, 父亲鼓励我, 既有一, 何不能有二, 于是我就接着折腾, 陆续发表了很多小说, 成了作家。 没有当年作文上的98个红双圈, 会有我今天的一切吗? 人生有无数条轨道可走, 之所以选择了其中的一条, 是偶然, 更是必然。 永远感谢我的老师, 感谢母校的抱栏, 感谢挂在我生命之树上的红双圈。 我们来看看本文的作者黄贝佳, 1955年生于江苏如高, 1977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专业, 1984年成为江苏省作家协会的专业作家, 主要作品有《请和我同行》, 这一瞬间如此辉煌, 目光一样透明, 玫瑰房间等等。 他也是一位非常出名的作家, 他的文章也非常的清新, 涓涌, 同学们课后都可以找来看一看。 那这里面有几个词语, 我们重点理解一下, 矜持, 拘谨, 拘束, 然后迫不及待, 迫是紧急的意思, 急迫的不能再等待, 形容心情十分急切, 折腾是反复做某事。 这篇文章的作者讲述了自己学生时代, 在一次真文比赛中获得了成功, 作文补考被老师打了98个红双圈, 后被陆续刊载, 在这次成功的激励下, 作者走上了文学创作的道路, 并最终成为一名作家的故事。 文章选材独具匠心, 以小见大, 98个红双圈内涵丰富, 结尾直输胸义, 表达了自己对老师, 对母校的感激之心。 没有这98个红双圈, 作者可能走不上文学的道路, 也当不了作家。 所以结尾直接永远感谢自己的老师, 永远感谢母校, 永远感谢挂在自己生命之处上的红双圈。 好, 我们来看一看, 如何制作成长纪念册。 第一, 收集筛选成长资料, 选出最能反映你小学生活的有代表性的资料, 比如有纪念意义的照片, 与成长相关的习作书法美术作品等, 各种获奖证书奖牌, 复印件或照片是吧, 老师和同学的寄予祝福。 快速浏览收集到的资料筛选出, 可以用来制作成长纪念册的内容。 二, 根据需要给收集的资料分类。 想想怎样给收集的资料分类, 才能更好地呈现在成长纪念册中。 可以采用编年体的方式制作成长纪念册, 把小学六年的学习生活, 一年一年的展示出来。 也可以采用栏目式, 按照不同的栏目把内容分成几个部分。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编年体的啊, 一年级我上学了, 二年级我进步了, 三年级我长大了, 四年级我学会了, 五年级我做到了, 六年级我毕业了, 特别快是吧。 那栏目式的呢, 我们可以说发展足迹, 多采生活, 才艺极萃, 班级知罪, 毕业赠言, 这些。 当然这两个只是参考, 你也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 从其他角度进行分类。 编年体, 我们来看看一年级我上学了, 我们可以怎么样来填充这个呢? 比如说入学第一天的照片, 带红领巾的照片, 还有入少先队仪式时候的照片, 一年级的这个名签啊, 二年级我进步了, 那在图书馆读书时候的照片, 认真写作业时候的照片, 手工作品, 美术作品等等啊, 那三年级我长大了, 怎么填充呢? 舞蹈演出时候的照片, 在班级发言时候的照片, 参加运动会的照片, 书法获奖的证书等等, 是吧? 四年级我学会了, 手工作品, 习作, 是吧? 学吉他时候的照片, 做家务时候的照片, 这些都是什么? 都是靠我们收集资料得来的啊, 五年级我做到了, 获奖证书的复印线, 旅游登山的照片, 在海边游泳的照片等等, 还有六年级我毕业了, 有同学的寄语, 护赠的小礼物, 教师的寄语, 毕业照等等, 是吧? 栏目式的, 栏目式的, 刚才老师给你们看了一下, 它里面有什么? 发展足迹, 那各个年级参加活动或学习的照片, 最好选择有对比性的照片, 第二个多彩生活, 那有旅游的照片, 参加运动会的照片, 与家人庆祝生日时候的照片等等, 才艺集粹, 获奖证书复印件或者照片, 比赛照片, 演出照片等等, 那还有呢, 班级之罪, 是吧? 在班级劳动时候的照片, 演讲照片, 班级活动照片等等, 毕业证言, 我们可以把书签式的证言, 把漫画证言, 古文证言啊, 就同学们给你写的这些证言怎么样, 都收集起来, 可以往毕业证言这栏里面去放一下啊, 好, 编排成长纪念册, 我们搜集完了这些资料, 我们怎么编排呢? 一般来说, 成长纪念册分为封面、 非夜、证文等几个部分, 怎样编排成长纪念册, 呢? 一, 给纪念册, 成长纪念册取一个贴切的名字, 设计个性化的什么, 封面, 二, 非夜为眷手语或成长感言, 可以自己写, 也可以请老师或家长来写, 第三, 正文内容一般按顺序编排, 呈现的方式多种多样, 比如说, 每张照片配一简短有趣的文字介绍, 每个部分加一个合适的小标题, 有的资料不能直接拿来就用, 还要进行修改, 如有的文章太长, 可以从中节选一段最有价值的, 那总而言之, 制作成长纪念册, 最好能表现出你独特的个性和创意, 大家一看就是你做的, 最能体现你的拓点的, 那封面我们要设计好图案和字体, 安排好版面, 大家群策群力取一个贴切, 而又有个性的名字, 响当当的名字, 非夜以眷手语或成长感言的方式呈现, 可以自己写, 也可以请老师或家长写, 可以请画画好的同学设计花边或图案做装饰, 那正文我们可以与小组内的同学共同商讨, 最好表现出独特的个性和创意, 对于有些不适合的资料可以进行修改, 我们有一点点的这个取舍, 要选择合适的资料, 好了同学们, 这节课我们就上到了这儿, 下节课再见。